我们的东西就是没有根基 没有凭据 所以我们需要理论 并不是说不需要理论 但是既然我们有了理论 我们就记得约翰飞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 说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道成肉身的一些实践 一些真正的所谓的application 应用 那么这个呢我想 是为什么多年来 我一直有很深的负担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教会的问题 有些的是信仰模模糊糊 有些是信仰很清楚 但是没有办法跟生活打成一片 我想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在过去这五十年来 特别是过去这六年 因为我在华府的侍奉 因为华府呢 它整个机构的名称 这个叫做世界华人佛音事工联络中心 那么这一个团体呢 主要就是把全世界 特别是中国大陆以外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福音派的教会 大家聚在一起 在1976年的时候开始一次的这个会议 每五年他们去全世界的大会 那么这个这个聚会呢 大概就是包含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最近这一两届开始有不少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和代表来参加 所以呢 虽然不能够说是全世界有代表性 但是可以说大部分的教会的一些情况 那么大概都在这个所谓华府中心的工作里面 那么都有一些接触到 那我身为他们第五任的这个总干事 共五年一任 他们1976年开始 第一任的总干事是王永信武士 就在我们这个北area这边 湾区这边 大使命的创办人 那么他是第一任的总干事 后来他就交给第二任的总干事 现在还在香港 叫陈喜千武士 他也做了两个 等于说做了十年 那么第三任的总干事呢 是麦希真武士 所以我想从香港来的 大概不会认识他 或者从新加坡来的 大概都认识他 他以前是新加坡学院长 那么他做完了那一任以后 就是高云翰律师 高云翰律师呢 他在加拿大的多鲁多 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华人基督教会 那个简称很特别 叫华基教会 华基教会 那这个讲到简称就很有意思 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区院叫做华神 香港的中国神区院叫做中神 那么在台湾还有一个叫做门徒训练学院 叫做门神 所以 所以 你是哪里出来 我说门神 那这个华基呢 就开始了非常成功的一个 在多鲁多发展的华人教会 上帝在去年呢 就把他结为添加了 那么他年纪比不是很大 他只比我大六岁 所以他走的算是蛮早的 那么他有一次在南美洲讲道 那么他讲国语 那么那个翻译的姐妹呢 跟他翻成广东话 翻译广东话 那他站起来的时候 一男一女站在台上 他说你们知道我跟这个翻译有什么关系吗 大家当然都不知道啊 他们知道他们是从一个教会来的 从加拿大来的 那你知道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我现在身上的一个肾 是从他身上翻过来的 就是说他这个旁边这位同工 他把他的肾移植在他们的主任牧师的身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那刚让韩牧师结束了他在华府的工作以后 我就接他 那么我接他以后呢 在一年多接两年前呢 我就把这一个棒交给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 一位从马来西亚后来到美国 我在洛杉矶上牧师 现在他接我的工作 他比我小二十岁 我今年二十七十四 他今年是五十四岁 所以他有蛮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去关心全世界的华人教会 当然最近这些年来呢 开始就包含这个整个中国大陆 特别是一些家庭教会 跟这个华府呢 就有蛮多的联络 所以之间呢 就有一些更多的 这个这个了解 全世界华人教会的情形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 我自己呢 就轻轻整理了 用全世界各地跑了 看见很多华人的教会的光景 我记得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的时候 那是1963年 我觉得因为我是知识分子 因为我是做学生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 比一般教会的牧师 看神的国度的不管 我看的都比较广一点 所以人是在有的时候太骄傲了 或者等到有一天 到了1977年 上帝带着我们学家 到了波斯瑞去牧会的时候 我才突然发现 我过去在台湾是个井底蛙 就是我所看到的那个 我以为看得比别人多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局限的一小部分 我讲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看的东西很客观 我们觉得我们看的东西很全面性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还是在局限的一方面 因为我到了美国 我觉得突然之间 我好像从台湾的这个小井里面跳出来 后来我发现的是另外一个井 那等到我真的在开始做华府工作的时候 我全世界有机会去跑北欧 南非 一直到好望角 阿根廷 一直到最南尖端 差不多到南极的地方 都有很多华人的这些教会在那里 所以我就有机会去看了很多很多华人教会 就发现华人教会真是各式各样的光景 各式各样的见证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有一个地方 我不告诉你们 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的教会 为了这些金钱上面的纠纷 后来在教会里面大打出手 大打出手 后来找了这个警察来 军人多来 那么第二天的电视 把它整个播出来 那么那个牧师站在台上 被执事就从台上拽下来 就把它打在那个讲台上 那个牧师就跪在这里 就做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付我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然后呢 这些反对的人就拉补条 拉什么 然后牧师在台上讲 下面就上来抢麦克风 完全把台湾的风气就带到教会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发现这些问题 成出不穷 我不晓得 也许你在教会 发现你的教会也有问题 但是你真是要感恩 有很多时候 我们比上不足 比上有余 有的时候 为主我们在井底化 要感谢主 如果你看得更多 有的时候更加的怎么样 会灰心 大家觉得说 到底上帝在哪里 你在让我身后主那么多年 我记得我一年半前 我曾经准备了一篇信息 我就把圣经里面 三个上帝很重用的神的仆人 这三个人讲出名字了 我们都很切勿 一个是约拿 他能够跑到尼尼威去讲道 一下讲道 从最高的国王 一直到整个尼尼威的凡夫种族 统统统悔改认罪 他做工的果教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到了约拿记得约拿书的第四章的时候 他软落到一个神的地步 向神求死 在神的面前求什么 他在神面前想要自杀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在那时候整理了三个人 一个是约拿 一个是以利亚 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我们看见他非常非常的沮丧 他说什么 我不胜过我的列主 我马上就想说我们中国人说的 人比人气死人 难道比利亚不知道吗 当他比他的列主的时候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承担 那个时候他事物的那个担心 所以他就在上帝的面前 说主啊 你把我的命取回去了 但另外一个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就是摩西 摩西在利维基那里告诉我们说 他没有办法承担这样一个重责大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些侍奉主的人 被主重用的人 他们都会软弱到这个地步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在神的面前就整理了三篇信誓 就是从这些软弱的传道人身上 看见到底这些人 我们要怎么样为他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姊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需要传道人祷告 为传道人祷告 以前有一个太太她去警道 她回家的时候 一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就在骂刘牧师 这个牧师浪费我礼拜天早上 两个钟头宝贝的时间 我一个人被她浪费两个小时 我们一百个人在那里 就被她浪费两百个小时 讲到不好好准备 讲到不好好的整理 然后呢就在台上七车八拉 就两个钟头这样过去 快到家了已经骂了十分钟了 他旁边九岁的儿子就跟他讲 妈 已经快到家了你还在骂 他妈妈说你不懂小孩子不懂事 那个牧师简直是糟糕嘛 他真是怎么搞的都没有好好的准备 讲到 后来那个小孩就跟妈妈讲一句话 因为他们教会奉献 是用盘子奉献 他说妈刚才在奉献的时候 我看到你放了一块美金在你上面 他说妈你想一块美金想听什么好道 你才花一块钱你想听什么好道 看个电影都要十几块 看个芭蕾舞又要几十块 你要如果是 你要花很多钱才可以真的听到一个好 你要看个球赛 对不对 你今天又要去看五雷五 要去看那个世界杯 你要花很多钱才可以看 亲爱的纪录 我不是说一块钱十块钱的问题 我想这个孩子说几句 让我非常非常受警惕的话 我花了多少代价 为传道 为牧师 为讲道的人祷告 我只会在台下评头论主 哎呀 觉得这个人讲道不行 这个人讲道不离那个 我以前在做牧师的时候 我们教会那个知识 啊 就对我处处 跟我过不去 昨天晚上听见 那个赵牧师讲 对着干 你你们有没有算 我在那坐在那里算 他到底讲了几个对着干 他讲了个我的话也很 后来画了好几个证 后来我说他算了不算 他讲了好几个对着干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词 就对着我就对着干 对着干 后来想想小婚人乱大 我就忍耐了 不要跟他一样见识 当然自己又亏见又缺点 他讲的话好好地检讨 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知识呢 奉献出来做传道 他奉献出来做传道 他做了传道不到两年 有一天跑来跟我道歉 他说李牧师 他真的带着眼泪来跟我道歉 他说以前我当知识的时候 我不知道做牧师那么辛苦 我记得做了牧师以后 我真的了解牧师有牧师的苦衷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个传道人 如果你教会的知识 长老对你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对着干 对着干 为何党道求是呼召他出来做故事 可能就知道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怎样能够真的能够体谅这些传道人 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小的天井里面 活在小的一个井井里面 跳出来我们也会看见 后来等到我真的做了华福的总干事的时候 我看到全世界很多华人教会 我才看见人生百态 教会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就整理出七点 今天教会需要处理的地方 第一个我觉得问题在哪里 这个是我以前是一个审阅课程的一个课 一共七年我只是把大纲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福音和见证脱节 福音和见证脱节 魔鬼不怕我们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 魔鬼怕我们带着见证传福音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今天你是传福音 拼命的传没有关系 哇 人家听了受感动 觉知信主 你看到我们的行为 你看到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举手一投注 他马上他可以把所有的信仰通通 父之东流 对不对 今天有很多人到今天 他不是没有听到好的道理 他听到很多很精彩的道理 为什么今天还不信主 搞不好是他的丈夫 搞不好是他的妻子 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 但是他在家里面看不出一点点 这个人的见证 所以福音跟见证的脱节是一个闷野中的事情 尤其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看到天灾灵火 这样很多人跑来问我们做牧师 你牧师 牧师是不是要再来 耶稣是不是快要再来了 我说是没有错 因为马太匪怀是自伤 但是绝对不会在我们现在突然之间 我们聚会到一般耶稣在 他说神经上不是说吗 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 像夜间的贼一样 你根本想象不到 我说我有根据 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三的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像你怎么说 我们马上就跳到最后一句 然后末期就来到 错 主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今天不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耶稣就来了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再做见证 今天的基督教 听得起人听 听不起人看 你懂我的意思吗 听听的唐唐是道 但是我们这些讲道的人 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见证来肯定 我们所讲的道理 所以今天很多的牧师 像我们这些真是常常要检讨 我觉得我这个侍奉主的人 我常常发现 我在台下的行动 台下的行为 来拆毁我在台上的建造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传道人 因为教会的领袖 台上台下不能够 不能够独自 这就带出弟兄姊妹 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 两副的嘴里 对不起 我用很粗的话 既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在礼拜堂里面是一回事 在礼拜堂外面是另外一回事 在礼拜堂里面 他要温柔的不得了 有一次我们教会要提名 我给一个弟兄做执事 那我要去跟执事谈之前 那个太太先来找我 跑到我们家来 你不是你师母 一定要赶快跟你们谈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 听说你们要找我丈夫做执事 他说你不是 千万千万不可以 哪里有太太跑到教会来告诉我 说不要找她丈夫做执事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不是你不知道 弟兄姊妹妹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荧幕 他说我的先生在教会是一只羊 他在家里是一条狼 这句话 由一个妻子的口中讲出来 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觉到 触目尽情 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 一个做牧师的人 看到一个弟兄 看到一个同工 在教会里面热心 在教会里面爱主 在教会里面真是很多的头颅 但是他的妻子跑来告诉我 说我的先生在教会是一只羊 在家里是一条狼 他说他一回家 孩子马上躲起来 他一回家连狗跟猫都跑掉了 我觉得他讲得有点太过分 他说你不知道 他一回来一发脾气 左脚踢猫 右脚踢狗 我就想说不会吧 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他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福音跟建成破解是今天教会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第二 教会都不理解哪里 绝对跟相对把它混淆了 或者混淆了 台湾叫混淆 中国大陆叫混淆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海峡两岸有很多表达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叫垃圾 中国大陆叫垃圾 我们在台湾叫机梳车 大陆叫除租车 很多了 有的时候我把它统统整理起来 那么如果看到今天听到的人 中国大陆的人多 我就多讲一些垃圾 如果台湾的人多 就多讲一些垃圾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台湾两岸很多地方不同 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混淆 或者非常的混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想是绝对跟相对的混乱 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相对的绝对化 我举个例子 教会里面近二三十年把谷带到台上来 多少教会 华人教会受不了 有很多年纪大的 一看到谷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是成何体统啊 那教会是归归去神哉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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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八稳的 如果看你手舞主导的在台上 一点 亲爱的亲兄姊妹 这是绝对的 这不是现在的文化的不同吗 你打鼓就是异端吗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想我们必须要 结果就为了一个鼓的事情 为了一些这些东西就带来教会一个很大的混乱 在欧洲有个教会 他们为了一样事情教会分裂 什么呢 有一批人就说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只能够用一个杯 不可以用好几个杯 我们现在不乱讲教会是用几个杯 大概就是小杯嘛 因为那分的时候小杯 他们说只有一个杯 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杯 你用很多的小杯就是一端就是错误 就是完全 还有我第一次听到说原来搞个杯都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 后来过了2003年那个一个杯的坚持一个杯的那些人就消声匿迹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2003年SARS来了 如果用了一个杯没有人敢到叫给他领生产 因为谁知道他们有SARS 也许我有SARS我喝完一会交给他 所以后来那些强调一个杯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非常的稀奇 用其他大逆舞蹈 就是人家外面这些热门音乐在搞的 但是请问用钢琴就很属灵吗 你看教会历史曾经有人用钢琴 后来被赶出教会 因为那钢琴是酒店里面弹的 那个时候教会只能够管风情 只能够用拍包跟人 所以你看一直这种相对决定的东西 在那里把教会里面搞得好惨 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相对和绝对之间的问题 第三个我们发现教会里面 不特别华人教会 教会跟机构之间的一个奖励 你知道教会就是我们叫教会 对不对 你们这个这个这个 龟主教会是一个教会 Monteret是一个教会 但是什么叫机构呢 你说大使命是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跟教会之间呢 彼此的张力很大 因为教会的牧师很怕机构的人 来传负担 因为他一来 就是要跟我们教会要钱要人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讲完以后就说 哎呀我们这个机构非常需要经济的帮助 美其林说你要为我们祷告 那事实上呢就产生很大很大的冲击 冲那个彼此的那种冲击 那我自己做过机构 我在波城做过18年的牧师 我非常知道我在做牧师的时候 我对机构很感冒 我自己也做机构的时候 我对牧师很 对教会的牧师非常非常的不满 因为我自己两方面都呆过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带出不同的角度的结论出来 那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 对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 这个希腊文 我们对这个字呢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什么叫教会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教会这个词 在新约圣经里面 四福音只出现三次 四福音只出现三次 都在马太福音 马可 路加 约翰 三本福音书 都没有提到教会这两个字 或者教会这个词 确实这个词 马太福音是16章18节讲到教会 18章17节 两次讲到教会 从那三个教会的出现 我们可以归让说 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 今天不在乎 我要讲到题目里面 但是到了把握的时候 他就把教会的观念 教会的真理 就把它发挥得淋漓尽尺 所以这个整个对教会观的认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需要 中国教会要面对 那我自己现在在做柴会 今天我们听洪牧师今天早上讲 你们在北加州也有in and out burger 对不对 那我就因为那in and out burger 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福音要进中国 福音要出中国 今天我们中国人有十几亿的人口 十几亿的同胞 十几亿的血肉 他们需要福音 但是今天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 今天有人说是14000万 有人说是2300万 这个相差距离太大 一般大家接受是7000 7500万 大概是7000万 如果7000万的基督徒里面 1000个里面有一个人 愿意出来做宣教的工作 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藏在那里 有7万 如果7500万 如果1000个人有一个 就有7万5千个 有潜力的宣教士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今天我们讲宣教 全世界现在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疯狂 让汉语教学 只有这个你知道 全世界现在需要汉语老师的数目有多少 我听洪长老他讲漂亮的国语 我现在听到漂亮的国语 我就多看他良言 上帝要用这些去做老师 全世界现在封汉语教学 老师需要五百万 所以我想到 又想到 现在全世界大家在疯狂学华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跟中国做生意 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将来他们可以发展的地方 所以像这些 我们求主真是帮助我们 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个机构 我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真理 所以我最近讲的 Missiology 宣教学 跟Ecclesiology 教会论 这两个是不能够脱开的 那第四样东西呢 我看大概是现在各地比较 比较普遍有一个现象 就是代职跟全职之间的一个张力 就是所谓的平信主领袖 跟全世间 我如果讲下来这个字 我们就知道的问题大概在哪里 受心的传道人 因为这个代职的领袖 他在教会做领袖 他是负责收集一些弟兄姊妹的奉献 来支持传道人 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提到钱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就会伤感情 一提到钱 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伤感情 所以我们就发现一直有这种权力 跟着金钱上面的一些矛盾 产生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 零就是在领导阶层的一些问题 你如果没有钱 大家相爱护士 一讲到钱 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挑剔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 那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 等一下我稍微再提到一点 那已经讲了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保罗跟马可的行间 保罗跟马可 你说两代之间的代沟 两代之间的这个断层 应该讲保罗和提摩泰 那是那是理想 那是最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马可的那个 保罗跟马可的故事 差不多是现在 在北美华人教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怎么样 我看你们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 现在普遍的在北美 包括加拿大在内 很多华人教会普遍的 有第二代的年轻人出走的现象 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种忘记 这些孩子慢慢长大 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以后 他对我们这些传统的华人教会 有相当大的排斥跟不满 感谢主 最近这大概十七二十年来 在北美洲兴起了亚裔的教会 就是韩国、菲律宾、台湾、中国大陆、泰国、印尼 这个等等这些地方的第二代 他们成立了所谓亚裔 这个美国亚裔的这些教会 但是有很多人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水流失去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去帮助我们的第二代 所以我求主真是帮助 这些都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强烈的负担 所以保罗当时对马可的不满 是在史初心在第十三章 当他们出去做睡觉做短圈做访圈的时候 马可后来跑了一半就跑了 半途而废 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对马可留下 非常非常热烈的印象 那么到了十五章 突然保罗说 就告诉巴拉巴说 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看 我们以前去看望的教会 巴拉巴说很好啊 Good idea 那他说好那我把马可也带去 保罗说不行 这个人诚实不足 白实有欲 这个人上次把我们搞得一塌无头 那后来我就研究 为什么马可会半途而废 半路而走 我又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 他们说因为马可是巴拉巴的外甥 所以呢他这个短圈队的队长是谁呢 是巴拉巴 后来到了他们从这个塞浦路的鲁斯岛 到了土耳其 到了这个庞菲利亚别家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的记载 已经不是巴拉巴和扫罗 已经变成保罗和巴拉巴 那这个很微妙的这个次序的改变 有点像电影明星 那个拍名 这个换以后就开始有点不满 凭什么我的名字要在你的名字下面 这样 然后呢 说那个时候马可就很生气 说你这个保罗串了我舅舅的位 这是一般的猜测 那有人说马可因为他要到小小小的时候 因为前面太苦了 所以他去做短圈做得非常非常的心满 那这一点我能够了解 因为1995年我跟师母那个时候 就是要去学习做跨文化的宣教 那我们在教会带到差不多一千多人 我们觉得我们也花了五年的时间讲宣教 弟兄姊妹也慢慢慢慢了解什么叫宣教 后来我们就去了 那我们到了台北的时候 到了青山脚地方的时候 我刚说你那时候五十五岁要学泰文 好辛苦 我们两个人去选一个泰文课去上 但是我太太你读书就很兴奋 所以呢我跟她那么多年 每一次呢我们去同样上课的时候 她总是不给我面子 她总是考第一名 所以我后来想我的自卑感从哪里来的 我现在知道 但是我也不差了 她第一名考了泰文 第二名也不差 因为我们全班只有两个学生 所以那个 那个 跑到那边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兄姊妹 有的时候我终于发现 一个侍奉主的人 或者一个宣教神 你知道最大的试探是什么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你知道吗 自怜 自怜 我到了泰文 我突然发现 我在泰文 我连一个像样的厕所 我家的洗手间 都还不错 我今天跑到泰文去 我到泰文去 一到一个山上去 跟他们 跟泰文到山上去短圈 我早上起来 我说我要上厕所 我去问他们厕所在那里 他就吃一吃 后来就打门开出去 后来回来 再问他们到底厕所在哪里 他就把我带到外面 就等等 我说没有啊 他说 都是 都是 那我们就出去了 第一天就下马威 跑到外面去的时候 后来 不是等等等等 你不是 你出去带一根猪肝出去 我说他怎么带猪肝 为什么 我怕蛇 对不对 不是 那个山上很穷 他们那些养猪的人家 你早上就把猪放出来 就让他们自己去找食物 那猪最喜欢吃的 起码在那里 他最喜欢吃的 就是人的糞便 所以你只要一蹲下来 那猪就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你要用那个 亲爱的兄姊妹 请问 我在美国 我再怎么 沦落 也不会沦落到那样一个地步 但是 弟兄姊妹 一个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 慈恋 觉得主啊 真的用广东话跟上帝祷告 主啊 你要不要搞错 你动体有没有搞错 你让我一个55岁的人 跑到身上去 然后去学这样的功课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的缘故 我在那里干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马可大概就是怕 所以她当时呢 就觉得太猛 又有一说 说她很想家 想她母亲 那不管怎么样 可是她半途而废 所以今天在北美洲 我们发现 有一些教会 对第二代很痛痛 弟兄姊妹 求主吧 保罗和马可之间的关系 成为我们的武力 后来在哥罗西书 后来在提摩太后书 后来在菲尼门书 几次都提到 保罗最后说 马可在我传道的世上 是有帮助的 这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需要 要不然的话 我们谁来接棒 要不然的话 后继无人 所以我们今天心火相传 是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 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我这个讲的太多了 不过我要把这个负担给大家 另外一个就是 圣经和圣灵之间 这一个 我们想不到这两样东西 都是上帝所给的 带来今天教会的困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今天 在华人教会里面 就是为了所谓 灵恩 那有的时候我觉得 难道 要把灵恩派跟福音派 要做相对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吗 我从没有觉得 这样 不应该放在 灵恩派 vs这个福音派 今天我们这些 所谓福音派的人 难道没有灵恩吗 我们不需要圣灵的恩 也不需要圣灵的恩赐吗 我们也需要 我们今天所谈的是 极端的灵恩 跟那种 不是那么极端的灵恩的一个相对 我们知道今天 今天这个灵恩 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看到 跟圣经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看了都觉得相当的矛盾 我想我们都知道 什么击倒了 只要一碰它就会倒下去 这还还其次 然后呢 在一些教会 他们在礼拜天发这个中报的时候 里面夹了那个飞机上面的呕吐袋 那么在军会里面有一个节目 就是当台上的牧师祷告 圣灵开始降临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开始要把那呕吐袋出来 呕吐 然后呢 牧师要来检查 那呕吐的这个臭味 跟它的浓度 浓不够的话 还要呕吐 就是说要往它里面的肮脏 通通吐出来 像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听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是很诚恳的在那里祷告 还有什么祷告 祷告有金粉 从天花板掉在那些人的身上 所以有很多东西 跟圣经没有记载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今天听 我们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但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些带来今天中国教育很大的困扰 所以很多教育分裂是在这一方面分裂的 听众所谓 教育分裂从来没有是那些刚刚信主 或者教育的边缘人带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刚刚信主 从水池里面一起来正名乎 把一般的人带到对面 去开另外一个礼拜堂 没有 其实带来教育分裂的人 都是教育里面有头有脸的人 整个让我们心里面很纳闷 这些人都在教育里面很热心 都在教育里面非常非常的参与许多的师奉 但是一碰到这些 我们就发现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早上我提到 师奉跟动机之间的一个矛盾 师奉跟动机不清楚 好 这七样东西呢 我想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现在才开始同道 马上还有45分钟就时间到了 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的 叫朋友同工 这是我多年来很深的负担 我觉得我今天的教育里面 开任何的训练聚会 都是讲如何如何如何 对不对 如何做个人工作 如何推动小组 如何能够带教会 有那个敬拜赞 都是一些好好好好好 对不对 我们都是要讲一些 怎么样做这个怎么样做那个 但是我发现 就好像今天早上我说的 今天在神学院里面 教神学生讲道法 却没有教他们讲话法 教传道人 怎么样做传道人 却没有教我们那些传道人 怎么做人 一些基本的礼仪 基本的风度 弟兄姊妹 传道人是有传道人的气质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好好地教导 这些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才带出台上台下的矛盾 因为台上台下的矛盾 上梁不正下梁就歪 就带来弟兄姊妹 礼拜堂里面和礼拜堂外面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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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 一个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需要认真谈 但是朋友与同工呢 我们看下一章 朋友与同工下一章 那么一般的教会呢 再按一下两样东西 一般教会里面我看见 这个教会的信徒领袖 跟教会的全职的传道人之间 有几个关系 一个叫做老板跟伙计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我做传断 我不要做乌工 圣经上说不要做乌工 没有错 但是呢 如果那个教会是有这样一个制度 你进取钱 你已经知道这个制度 今天有很多的生意 很多的买卖 很多的企业 是在正常的老板跟伙计的关系 带成功的 所以我不觉得老板和伙计 是一定今天教会要不得的东西 我可以选择 我不加入这样的教会 但是这样一个关系 不见得也一定是错 不见得也一定是错 但是不是那样的理想 所以今天在美国呢 就有另外一种结构 另外一种结合 叫做总统 与什么 与议员之间的那个关系 带职的领袖 那些不受信的教会的那些领袖 他们是长老也好 是知识也好 他们是民选 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选出来的 那牧师呢 也是会有大会选出来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大的中派 大的中派呢 他们有中派的规矩 但是一般我们这种地方的 地方性的教会 大概牧师 主任牧师 大概都是弟兄姊妹 开了会以后 经过了一段时间 interview 一些面谈 然后我们 也许有的 probation period 有一段时间的适用期 然后就变成 教会的一个真正的领袖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没有恶意哦 那些做信徒领袖的 就是说我是民选 所以我今天被选出来 在教会跟你这个民选出来的总统 你是主任牧师 那我就要有一种check and balance 这样一个习惯 什么叫check and balance呢 就是适合你 因为你如果在教会 乱用钱 我是个议员 我要替国会 我要替国家 要来审核你的预算 对不对 那这种的观念 这种的精神 代表教会人们 不知不觉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同工之间 变成总统和议员之间的关系 好不好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要特别提的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特别要提的 这朋友与同工之间呢 除了这个check and balance以外 等一下我会提到 我常常补上一句 叫做trust and respect 如果 不管你是议员 我是总统 不管你是民选的 一般的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我是教会的这个指示会 或者是长老 那我们之间呢 是需要有一些 就事论事的讨论 但是求助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 能够在这种私立式的里面 我们有个trust and respect 一个侍奉主的人 弟兄姊妹 以我50年侍奉主的经验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不被信任 就是不被信任 那种不被trust的那种痛苦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 尤其是被冤枉 尤其是被抹黑 尤其是被攻击 尤其是被人家这个这个 这个造谣 这个这个攻击 哎呀有的时候 真是到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1985年 我到上海去 一方面回去看自己的老家 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 一方面我到了上海 一定要看一个人 一定要看一个 不是城隍庙 也不是什么什么 什么苏州什么地方 我要看一个人 他的名叫王明道 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看王明道老先生 那个时候他刚刚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 二十几年从监狱里面出来 我去看他 弟兄这个我好感动 那是1985年 950515 二十九年前的往事 我去看他 我们第一次见面 一见不顾 当然我们很认识他 他当然不认识我 后来他说 李牧师 我二十几年 在教 在监狱里面 天天领凶 天天读经 我说你哪里有读经 哪里有经可读呢 难道你在监狱里面 他们可以把你的圣经带进去吗 他说不行 所有的东西通通不能带进去 那我说你怎么读经呢 而我从年纪年幼的时候 我所背的圣经 我通通在那二十几年的这个 这个 这个关监狼里面 从我的记忆里面 拿出来 作为我灵修的材料 哎呀我好后悔 我说我一记的时候 没有好好地背圣经 所以大概相机看过 因为没有背 就没有把我放在监狼里面 他们被关在监狼里面 他就是靠着 他所背的经文 我不是鼓励大家 不要背圣经 为了不要下监狱 所以你们不要背圣经 后来他讲完了以后 他说我背一段经文给你听 哎呀我印象非常深 背完 我都背一段诗歌给你听 三节英文的从头背到尾 那天听他唱完的首歌 我今天不敢唱这首诗歌 每一次如果教会唱这首诗歌 我都拿完之后讲一讲 我都不讲话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唱 他唱什么 他用英文唱 I would create a soul 我去基督精兵前进 我说这个属民的老兵 他才有四个唱这首歌 我今天唱什么 基督精兵前进 所以唱完以后 他突然露出一句话 李牧师 你在博士顿募会牧师顿募了多少年 我告诉他 我募了八年 那个时候 我1977年去的那个时候 1985年 八年 你又注意到 做牧师 他就是非常非常浓的 这种北京的相应 你也知道 他真的做牧师 愿劳容易愿愿难 愿劳容易愿愿难 我说我从小背 背背这个词语 就是四个字背 从来没有把它分开来背 我说是是是是 我就改观应付过去 我刚说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把他这句话 体会到他在讲什么 什么叫任劳 任劳是流汗 什么叫任怨 任怨是流泪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任劳是劳嘛 就流汗嘛 任劳是什么呢 任劳是流泪 任劳是什么 跟事情有关系叫任劳 对不对 什么时候 你跟人有关系的事奉 就叫任怨 对不对 你拜堂没有人 你去了去扫地 去清洁 大家都不知道 一个人在扫 少人开心 你知道为谁辛苦 为谁忙 所以为了主作 突然叫回来一个 有头有脸的人 用他眼睛白了比较多的部分 你看你一眼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干 所以 与世有关系 怨劳 一跟人有关系 就开始任怨 什么叫怨劳 怨劳是吃苦 什么叫怨怨 吃亏叫任怨 吃苦我们都愿意 吃亏我们都不肯对不对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真正体会到一个 侍奉主心里面的那种感受 所以你看 今天侍奉主 很多时候 我们有许许多多要学的功课 不错 check and balance 求主帮助 trust and respect 不要单单花一块钱 就在你批评 牧师在讲道 浪费我的时间 让我们在主人面前看见 我们怎么样 你知道每次我讲这个故事 一块钱的故事 我都要先问一下牧师 等一下收不收奉献 如果收奉献 收的少一点就是我的错 因为人家是照着听到的感动 来奉献多少钱 那他奉献的钱 来跟你打分数 我开玩笑了 不过很多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 让我们会关系神的部分 因为传道人也是人 传道人也是人 所以正我故事 你们在这里带来 很多人认识正我故事 他说传道人要学人道传 人要对 有了道才可以去传 所以他说传道人要学人道传 所以这句话一直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提醒 朋友也同工 其实朋友这个信息 这个真理 这圣经里面常常出现 好不好 我们看一看几节圣经 第一个 《出埃及记》33章11节 《雅各书23》23节 33章11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 这一段很有趣 《出埃及记》33章 那里讲到 耶和华是跟摩西讲话 好像朋友 跟朋友讲话一样 后来我就在想 摩西活了120岁 他人生会只分成三个阶段 四十岁以前一个阶段 八十岁以前第二个阶段 一百二十岁到八十岁是一个阶段 他什么时候有记载 他跟上帝说话 前面都没有 四十年在皇宫里面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 他跟上帝有对话的记录 四十年在荒野开养 圣经里面也找不到他跟上帝对话的记录 到他八十岁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在那里有摩西跟上帝对话的记录 五次的对话 上帝说一句 他回 上帝说一句 他回 说到第四句话的时候 第五句 摩西怎么说呢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你去找别人 你要我去带这些 六十万的这些乌合之重 我不干了 后来圣经说 耶和华神就向摩西伐怒 向他伐怒 然后说 好你不干 我找你哥哥干 今天这个干意思是称为 这两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对着干的意思 到现在还在讲到这个时候 好你不行 你不做 你不做 你哥哥去做 你看那种讲话 不觉得是一种 上帝和人讲话的比起 你问题没懂我的意思 那种 上帝跟摩西的对话 虽然那个时候 上帝发怒说 好了你不做 没有关系 我找你哥哥 完全是那种 very intimate 有那种 intimacy 非常轻易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 圣经里面讲 摩西是上帝所用的 我能清楚一下 摩西五经 《创出利民生》五本书 《创世记》没有提到摩西 《出埃及记》一直到 《创出利民生生命记》 最后一章三十四章 都提到很多 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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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让你发现了 到了三十四章 最后最后的时候 摩西的名字上面灌了一个特别的title 一个名称 叫做《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整个摩西五经里面都没有提到 《出埃及记》没有提到 提到摩西没有提到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利未记》《明书记》《中庙》 你知道《生命记》三十四章 在哪里呢? 摩西一百二十岁死的时候 那里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 到摩西盖棺的时候 上帝给他论定 说他是我的仆人 虽然每一个上帝的仆人不都是这样 起码他们师徒两个人是这样 《约书亚》也是一样 《约书亚》跟着摩西 从《约书亚》第一章开始 提了很多很多 《约书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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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直到最后二十四章 最后最后 才提到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 《约书亚》 死的时候一百一十岁 这也很特别 所以我看见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 一直他是从他八十岁开始 那个说话跟朋友说话一般的 那样一个记载 记载在《约书亚》第三章 那么后面呢 《约书亚》当然是在新约了 那么耶稣的弟弟在写这个《约书》的时候 那他特别呢 他就记载到《约书亚》 《约书亚》的关系的事情 他说这种《约书亚》经上所说 《约书亚》信神 这就成为他的义 是从他创世纪十二章开始 上帝向《约书亚》显现 然后申请说 他从那个时候音信称义 后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把整个称义的故事和背景 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又成为神的朋友 所以一个音信称义的亚伯拉罕 开始他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那个时候开始 他好像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朋友的亲信 我们再看下面 再看下面 下面一个 保罗写信给菲利门 在菲利门书第一节 告诉我们说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同兄弟 提摩在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 请注意哈 我们合本说 亲爱的同工菲利门 如果我们看NIP的话 我们看这个 这个 英文翻译的话 Paul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And Timothy our brother To find Leman Our dear 什么 friend 朋友 Our dear friend and fellow worker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保罗对他的同工的态度 特别在英文是My dear friend 我亲爱的朋友 我亲爱的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太多着重 或者全部着重在同工的关系 弟兄姊妹 原来我说一句重话 不合圣经 我们在教会里面 彼此之间的关系 不是单单只有兄弟姐妹的关系 不是单单只有同工的关系 我们还有一层很重要的 朋友的关系 那后面呢 在约伯记二十九章四节 约伯怎么说呢 他说我念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文中 神带我有什么 密佑之情 这是约伯说的那么大的苦 但是他没有忘记 他跟神的关系 但是上帝跟我有密佑之情 intimate friendship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 友谊的关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看到 这个跟朋友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耶稣 主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看十五章下面一段 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讲真普道书 讲到后面 到了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的时候 这篇圣经是以彼此相爱开始 彼此相爱结束 看见没有 你们要彼此相爱 十二节 十七节 是要叫你们什么 彼此相爱 所以这篇圣经是彼此相爱开始 彼此相爱结束 那么在彼此相爱 开始和结束的里面 十三节 十四节 十五节 这三节圣经 都提到上的朋友 这是耶稣特别 在约翰福音里面 留下的这段话 这两千年来 弟兄姊妹被我们教会都忽略了 我们没有注意到 主耶稣基督非常看重 跟他们出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密友之起 有那种朋友的关系 我们一节一节圣经来看 下面 第十三节 我们再看下面一页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这是什么爱 这是什么样的朋友 这个叫做舍命的爱 这叫舍命的爱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 弟兄姊妹 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 我们朋友之间应该到一个什么地步 应该到一个愿意为我的同工舍命的地步 弟兄姊妹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 如果我的同工有危险 如果我的同工遇到了很大的灾难 我的态度是什么 我承认这一节圣经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是主耶稣说的 是主耶稣说的 他讲到朋友 他说这个朋友之间有一个舍命的爱 我们做得到吗 好像很难 但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很多这种故事 文景之交 我想我们都知道 联婆跟宁香炉的故事 记得吗 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里面 特别提到当时在国的时候 楚国的这两个大家 一个文官一个武官 那个联婆就非常生气 我是卖了命 把这个国家带到今天的地步 你这个宁香炉跑到国际会议去 讲两句话 哇 回来就升官了 我们的国王就把你生死的跟我同等 这样就骑我自己 然后联婆就一直希望找个机会来羞辱这个宁香炉 而宁香炉听到 就每一次看到联婆的车来 他就叫他的车闪 车闪 骑到我们的地步呢 跟这个宁香炉的这些时刻 或者跟他那些人就很生气 你怎么那么差劲啊 你怕他什么 你们两个一个文一个文 你们在宫廷里面 你差劲后来有很多人就因为这样 看不起宁香炉就要走 而宁香炉跟他们讲什么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 你知道如果我们两雄相斗 如果有一伤的话 我们这个一文一武 少掉一个就出问题 今天请国今天外国不来念我们的国家 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 我今天不让他 我们的国家受水 哇 连婆听到 就有一个故事叫做什么 复经其罪 这个都是我们先读过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 哎呀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中国有很多很多古时候的东西 可以跟圣经拿来用 尤其是跟中国人讲道 你多讲一些这些东西 我明天早上我会也讲一点这个 中国的这些 这些俗语或者中国的一些 格言 所以我常常在讲道里面提出来 比如说有个地方叫我讲道 基督徒要做一个中流砥柱的基督徒 哇很棒中流砥柱 你应该一碗夸 所以有很多中国的东西 哎呀现在发现我在初中的时候 那果文书读得太少 那时候老师来都讨厌得要命 有很多东西 那时候落好读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四十五斤 多读一点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我们有帮助的 身为中国人不要忘本 尤其今天我们到了美国 求主让我们看到中国人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 有很多东西是可以 跟我们的信仰连在一起 有一句称为叫做 忘恩负义 这里面有两个字 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两个字 一个叫恩 一个叫义 为什么叫忘恩 为什么叫负义 凭什么有个义在那里 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听了半天吗 讲义吗 什么叫义呢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你看 在中国人的历史里面 都有这样一个故事 后来他们两个人 因为父亲请罪以后 后来他们两个变成好朋友 其实有很多 我们今天用的水 跟他们这两个人都有关系 玩衣归照 这个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文景之教 他们两个人后来变成极好的朋友 这个很好的朋友 用文景 来来来来 来做比方 我把脖子割了以后 我还是要跟你做好朋友 这个就是什么 人若为朋友舍命 人的 怎么说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更大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所以求主帮助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历史 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就能够做到文景之教的 这样一个地步 我们今天求主帮助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有这样的见证 第二 下面一个 十四节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 这里讲到 trust and respect 后面好像还有吗 没有关系 等一下再看 好 谢谢 这里提到什么爱 顺服的爱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 刚才我说制衡 但制衡需要有尊重 尊重要先有于认识 你对你的对象不认识 你不会对他有尊重 你有了尊重 你就对他有信任 对他有信任 你就可以跟他合作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不能合作 推上去 基本上就是我不信任他 我跟他不信任 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你看 石出信在路加这个作者 介绍巴拉巴的时候 说巴拉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大有信心的人 很多人因为他信了耶稣 这是个好的描写 但是为什么 中间加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巴拉巴什么 巴拉巴语言是个什么 好人 我第一次看到这 我愣住了 我说 大有信心 哇 我们侍奉出这个需要 圣灵充满 我们很需要 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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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答案不可能 有点像雅各在雅各渡狗一样 你不祝福 放你走 突然呢 就想起来 很简单吗 这个答案 巴拉巴原是个好人 因为他不是坏人吗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 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 常常把我们的同工 心里面已经预设一个前提 这个人心怀不悔 你认识我的意思 弟兄姊妹 我这两天跟你们讲 有很多话 刚才有人讲了 我有点紧张 李牧师在台上 会不会有点太大胆 今天教会很多很多 我说这不是教会的问题 是我自己过去就失败了 我今天看我的同工 真的 有的时候 人不可冒相 偏偏 我就看外贸 对不对 人不可以评外贸 台湾有个叫外贸会 提过来 外贸会 我说中国人 台湾有个外贸会 我今天教会 有很多外贸会的会员 只看外贸 只看外贸 有一个牧师咱们老外贸 他说我们教会很多商人 做生意的人 他们都是专门做什么生意 出口的生意 所以我们教会很多出口商人 懂吗 出口就商人的那种人 他说我 所以那天 我一听他讲 我也不敬 敬不出也笑出来了 笑出来了 我说这次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不讲就是 就算了 一讲出口就商人 不过我整天有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是用外贸来看 有人问我 有不是你在教会 那时候带了一千多人的教会 你会不会偏心 我说你再说一说 再问一问吧 对不起 我再讲一遍 他好了好像这样 你有两个儿子 你会不会偏心 你会偏老大 偏老二 我说会啊 因为老二比较像我 所以 这样子不要讲 老大比较像妈妈 所以 我说会偏心 我这两个儿子 不可能fifty fifty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中间一哥 我对他们完全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帝的爱是平均的爱 是一样的爱 完蛋 如果今天有 一亿个基督徒 我们每人只拿到上帝 一分之一的爱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 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 每人都拿到一亿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都是拿到百分之百的爱 但是 如果问我教会的话 那我就会告诉你 偷偷的告诉你 乖养我爱 调皮的养我实在爱不了 你如果要很充实的讲的话 如果今天 因为我知道我的爱是很有限 因为我有很多预测的东西 这是人的软弱 这是人的丑隆 不是吗 今天很多我们做的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 不管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们今天尝一尝就是活在那样的一种偏心的爱里面 这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主人面前看见 巴拉巴原生的好人 但是这里提到 顺服的爱 我就想到 他说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 很明显 这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吩咐的人 一个是遵循的人 对不对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里是讲两个人 一个是吩咐者 一个是遵循者 对不对 那吩咐者一定是在上 遵循者一定是在下 遵循者大概是老师 吩咐者大概是学生 所以这个地方提到的 朋友的关系 是师徒之间的关系 我多年来 去带一些神学生 或者教会一些年轻的同工 我总是有个要求 我说每一个传说的人 都需要一个mentor 什么叫mentor 我不知道你怎么翻译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翻译 m-e-n-t-o-r 这个词 我最喜欢的翻译 叫做良师益诱 良师益诱 因为mentor这个词呢 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在希腊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打那个特罗亚战争的时候 木马主神记忆 大家都听过 这个电影 这个故事 那么有一个 Ulysses他要去打仗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儿子 他怕他去打仗 可能会牺牲生生命 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 预先把他交给他的好朋友 请他的好朋友来照顾他的儿子 他的好朋友的名字叫mentor 叫mentor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讲mentor 这个词是有背景 在美国Ohio那边 有一个城叫mentor 他就叫m-e-n-t-o-r 那这个城呢 去年庆祝他们50周年 据说全国的统计 最好的退休的一个小镇 一个小城 就是mentor Ohio 就是M-e-n-t-o-r 这个地方 所以他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那这个mentor呢 他是一个老师 但是他是一个良师 但是他也是一个义勇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怎样能够有师徒 有的时候我年纪比你大 我年纪比我小 或者我年纪比你小 或者我们有年龄的差别 就产生代工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要遵守 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遵守者 他是吩咐者 那他这个吩咐者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做朋友 那有一天我去做吩咐者的时候 我们那些尊行者 是不是除了有师徒的关系以外 还需要加一个什么 朋友的关系 这是主耶稣说的 马太平十五章十四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两个generation 两代之间 我们需要有个朋友的亲密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妄言之交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说我跟一个二十几岁人 变成很要好的朋友 我七十四了 他二十四 我们最近差五十年 他半个世纪 但是我们今天 可以成为一个好朋友 兄弟兄姊妹 上帝在我们的身上 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正要在教会里面 除了恒的 我们要相爱做朋友 我们重点的 要学习做朋友 我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的灵性 信主的年税比较久 我们那些刚刚蒙恩的人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 当然我们需要来教导他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更需要的是知道怎么样 跟他们在同样一个立足点 或者同样一个平头点 就是我们在台湾 读三明主义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所读的东西 我们今天是平等 不是看平足点 那个上面的平等 是在逆足点的平等 这个就是以前 考三明主义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 在考三明主义的时候 后来认罪悔改 因为都作弊 那个时候我也是也很软弱 一考这个东西的时候 都会作弊 因为这个东西读得很无聊 有很多东西现在进来 诶 发现跟很多信仰有关系 就把这些东西又回来了 你知道吗 又回来了 所以求主恩代务 在分处者和遵行者 在地位不同 在老师和学徒的关系上面 我们知道怎么样 来做一个朋友 最后 看第十五节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朋友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成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父所听见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交通的爱 既然是个朋友 我们要常常有机会沟通 我觉得今天我们一沟通 我们不是communication 我们是confrontation 很多时候我们的交通呢 不是交通 是一种 不是一种 一种对谈 是一种对抗 所以求主恩代务 我们不是凡是在教会里面 都是在那里对抗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 既然这件事情 你不满意 下一次去试会的时候 你就跟他confirm吧 你confirm他嘛 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今天教会不是一个战场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求主帮助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从朋友的提醒 看到 也了解到 耶稣基督对朋友的定义 跟他对朋友的一个盼望 是什么样的一个盼望 所以在我们教会 我在教会当牧师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有两次 传道牧师、长老、职士、核心同工 有两次的退休会 一次是在五月 一次是在十一月 那五月那一次 就是我设计了 五月那一次 所有的职士、长老、家属通通来 大大小小通通来 我们有一个退休会 就是一个大家庭在一起 在那一次的退休会 五月的退休会 不可以讲教会的施工 一讲教会施工 花五块米金 如果来 哎呀今天我们要谈一谈 这个祷告会怎么样 人数就五块钱 五块钱 因为我们在六月那里 不准讲施工 那讲什么呢 我们就每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的体验 自己在工作上面所遇到的挑战 自己的家庭背景 希望我们的同工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晚上呢 我们有欢乐时间 每一个指示 每一个账号 每一个传道人 以家为单位 要提供一个节目 然后有奖品了 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银杯 但是不像世界杯那么漂亮 两个手去抓一个足球 每一次都是我们的账号 他得冠军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人定兴旺 或有一次他们表演 挑来挑去挑去 做什么呢 跌罗汉 那个长老跟长老娘 两个人在下面 好可怜 跌跌跌跌跌到上面 因为他们刚刚生下的孩子 那个时候大概五六岁 在最上面站起来 哇摇旗呐喊 哇给他冠军 大家有点可怜我们 因为我们家只有四个人 那天我们表演 表演野地的花 穿上石斑袍 戴着一个面具 用花做一个面具 然后我们一面唱 一面跳 野地的花 我们在家里 练了半天 哇精神可嘉 得了冠军 那个杯子还在我们家 还在我们家 每一次当我们晚上 大家分享完了以后 就为每一家祷告 祷告的时候 他都哭得非常非常的上心 为什么 不知道我们的长老 不知道我们的姿势 他在上班的时候 遇到那么大的打击 那么大的挫折 那么大的痛苦 当我们流着眼泪 分出祷告 你知道那样的聚会过了以后 我们之间关系就非常起立 十一月有第二次的退休会 家居不来 只有同工来 不谈别的生活 只谈工作 回顾跟潜在 几天 几天的时间 就专门谈这个 但是因为有个五月的背景 所以弟兄姊妹一见 大家都很开心 那个时候一讲完 五块 不能讲那些轻松的东西 人家很认真 这个后面也是假的 前面是真的 如果你一讲教会 所以说哎呀我们的名策还有问题 火烤 那我们就是跟他们打五块钱 所以求主恩待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十三十四十五节三节的圣经里面 求主帮助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在朋友这方面 下面一章 有一首歌 耶稣恩友听过没有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我们都会上这首歌 在这句话呢 这首诗歌 有两个含义 我们只知道第一个含义 那个朋友就是耶稣 季后编命就是耶稣 这个是我们长老会 台语的诗歌是这样唱的 但是What a friend 比如说 洪秀琴 那个洪长老在哪里 洪长老今天跟他第一次见面 一见如故 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他是我哪里的朋友 What a friend I have 他在这里我认识 他在哪里认识 in Jesus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今天怎么样把这一句话 从原本的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能够引申到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朋友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再不在耶稣基督里面 再不在耶稣基督里面 彼得三次被耶稣问 你爱我别的这些更生吗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三次搞事过关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这些都有讲究 我没有时间去解释 为什么 两次讲喂养 一次讲牧养 为什么 第一次讲小羊 第二次讲羊 和羊 这个我今天就不解释了 但是到后面 十八节开始 突然 其实不是 是二十节开始 突然彼得就看到 约翰在那里 就问耶稣 说这个人讲来怎么样 对不对 后来被耶稣骂你 对不对 这个人讲来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你不要跟他对着干 对不起 你不要对他这样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对不对 你知道他怎么会对耶稣吗 不是因为他批判约翰 因为二十节有一句话说 彼得转过身来 看见那个约翰的时候 他就问耶稣说 约翰将来怎么样 后来就引起耶稣 对他的提醒 什么叫转过身来 本来彼得是对着耶稣 对不对 转过身来看约翰的时候 他是离开耶稣看他的同工 问题出来 听说圣经太宝贝了 很多时候我们读基督的时代太马虎了 这些小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 咱们转过身来都有关系 有没有 彼得在大概两年前在海面上 他见风声大就沉下去 他本来也是走在海面上 他为什么会沉下去 因为他见风声大就沉下去 他本来见风声大见什么呢 他从船上跨出来走在海面上 他眼睛是看出耶稣的 他看着耶稣他就走在海面上 他什么时候见风声大 他就下雪了 一看环境 我们人就出问题 所以圣经有很多很多这些很唯妙的地方 光是说独心没有味道 今儿就得问独心太有味道了 有人问我 李牧师你如果现在时光导流 重新来过五十年前 那你重新开始做船道 你有什么改变 我脱口而出 对他如流 我要好好地 把圣经更认真的再去读他 新爱的弟兄子 我实在向大家提出两个挑战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十四十五节 我常常有机会讲到这三节圣经的时候 有不少的传道人不是一般的信徒 他说李牧师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三节圣经那么重要 而且是提到朋友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要提到要朋友的关系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杨长老跟我讲 他很喜欢听 饶孝吉牧师讲道 饶孝吉牧师跟我 他比我大两岁 今年七十六 他比我晚两年进台湾 他才能进校园团期 但是我这个同工 我最受不了的地方 每次在台下讲道 我肉麻的妖体 他就常常跟弟兄 很多人听过他这样讲 你们知道吗 李秀群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 他每次讲的话 我就想到圣经 朋友不同工 我们有几十年的情谊 是到今天 你知道我们吵架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被韩国叫为情绪 然后为了一件事 我印象很深 我们两个人就为了一件事 吵到在房间 因为我们两个同一个房间 吵到后来有人敲门 他说敲门 因为你们闹闭门 打开门来一看是谁呢 香港来的有很多人认识他 叫蔡元宁医生 蔡元宁医生 蔡元宁医生 他敲门 发生什么事 最近大概几年前 他还问我 你记不记得 那是在汉城 现在叫首尔 在首尔那边 你们在参加局的时候 吵得一吵 听说 朋友不见得不会吵架 不见得不会吵架 那今天是我们怎么样 用朋友的感情 朋友的关系 我们一起配搭师父 时间已经过两分钟了 好 最后我看看 看最后一章 神为我们预备同工 除了工作的目的 还有生命的目的 请大家记得 朋友之间 铁磨铁磨出面来 我们在主人面前 深渊可以跟深渊相应 朋友之间 不是单单为工作 而为你我预备同工 也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成长 最后一句话 朋友不一定是做同工 而同工一定要做朋友 就是这个诺文的意思 今天我们做朋友 我就跟你们姓红的长老 一见如故 一见钟起来谈你 不要讲 哎呀 我觉得太好了 好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是很好的一个开示 可是上帝没有 让他马上到洛森基来 做我们国际观察协会的同工 我也没有来同工 我也没有来同工自由 我到你们教会来做牧师 你做朋友不一定做同工 而一旦 上帝把他带到我们的机构 我们的才会 求主把朋友的关系 放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常常 这个讲起来 不要让故事提到 我在波测的时候 我常常带走 每一年大概都要两次到三次 开车带走同工们 到纽约 到Radio City 去看一场戏 很多人说 这个故事怎么那么不熟 但是我觉得 做基督徒 做侍奉主 是一个whole person 是一个holistic 是一个整体 绝对不要把它分割 今天教会的问题 就是把教会 理念 教会 外面 把它分割 求主把朋友 跟同工的恩典 和关系 给我们 不管是Montary来的 还是在你们 在ZLC的教会 跟基督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两千里 你的话不突然往返 既然 在两千年前 说的那些话 主啊 今天再次 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带来震撼 主啊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不在你的面前 低头向你下拜 但是为主教会 往前走 为了活动 要扩展 天父求你 把朋友和同工的关系 和恩典赏赐给我们 把我们中间 和恩典赏赐给我们 我们的归族教会 教在主里 说说特别把核心筒 供应化 主要把朋友的情谊 把朋友的爱 放在我们当中 让约翰福音15章13 14 15节 成为我们教会的标志 成为我们教会的 一个见证 听我们同行和也的祷告 所以我对你说 好 祝你今天 他准备 Account 是